社群局 原地保存 指定古蹟 成立央廣紀念園區 今天我們主要是安排由委員現攤 我們邀請了各個專業 不同專業的專家 今天來這個現場 所以今天也不會做出 任何的明確的決定 那我們會請委員現刊以後 那我們就現刊的狀況 就再進一步請委員 再提出相關的意見 那我們最後再會再跟現場 做報告以後 才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就是我們在上禮拜 有遭到拆除的 這個主體建築 它原來是一個 梯形的平面 這是在前方 但南側是比較長 大約差不多到這棵 這棵南洋山這一帶 就是從這邊一直到對面去 這邊就是一個長條的建築 以及後面 現在看到有旗桿比較高的那個部分 是原來的這個 他們的廣播機房的所在 所以它是一個梯形的建築 那目前這一側 目前是已經這個主體的結構 已經遭到拆除 那另外一側 留下比較多的這個 這個兩億的辦公室 那後方等一下我們會過去看看 看一下 後方的主要的機房的空間 應該也都受到嚴重的損壞 文化處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督導不周 這個監管不周的這個責任 那所以有出現這個漢市 可是我想 縣府現在就這個漢市 我們希望能夠 能夠好好的來組織它 希望今天我們邀請委員來縣刊 就是這個道理 大家一起來看這棟建築物 目前的這個 目前的狀況 它是否有補牆 建築補牆的可能性 它是否有持續繼續保存的可能性 以及它未來如何補牆 如何活化再利用的可能性 那我們今天應該通過 今天的這個縣刊以後 我們會進一步再邀請委員 然後在就這些課題 我們會做在這個會議室裡面的討論